通一地之言者 约相 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相群网的网络教程 这一次我们将要讲解的是 Tados 2011和2014的20分钟入门教程 这是第一部分 准备工作 首先我来讲一下这套教程的适用人群 首先是希望快速 初步地掌握 Tados 2011或者2014的基本操作的人 我们这套教程既适合2011 又适合Tados 2014 其次是学习了Tados 2011官方中文教程 但是印象不深刻 大家知道Tados 2011官方教程 是我们相群网受SDL公司委托制作的 这套教程的时间比较长 牵涉到的细节也比较多 信息量特别大 可能有些同学看过之后会忘记掉 那么你可以看我们这套20分钟入门教程 来回应你之前学习过的知识点 第三点就是电脑上已经正确安装了 Tados 2011或者2014 什么叫正确安装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系统要求 也就是三个关键点 第一点是不要用精简版的第三方 Windows光盘 你的电脑上如果使用的是那种 类似于名字叫什么 番茄花园啊 大白菜啊 或者电脑层安装盘 打拳啊 诸如此类的这种 可以在十分钟内就帮你安装好系统的这种光盘呢 那么你的系统就会不太稳定 因为这是第三方呢 对这个Windows原版光盘呢 做了一些删减的 它呢 这种光盘用来玩玩游戏啊 看看电影还行 用来工作的话呢 就不是特别稳定了 所以不要用这种光盘 第二点呢 是不要用精简版或者绿色版的这种MS Office 我们知道这个网络上有那种要体积特别小 下载下来之后呢 解压一下啊 十几秒钟就可以在你电脑上安装好的这种 Office安装软件 但是这种呢 它也是做过删减的 啊 军行起来很不稳定 所以不要用这种 你应该用那种 呃 需要下一步 下一步这样啊 需要比较长时间才能安装好的这种原版的Office 好 呃 第三点呢 是不太愉快的啊 但是呢 坏人我来做 信与不信呢 你自己把握 第三点就是 不要在你的电脑上 同时安装Tados和国产的这个杀毒安全系统优化软件 尤其是360 这么说呢 我感到很抱歉啊 360的粉丝们 但是呢 这些软件 它会阻止Windows或者Office的一些重要的功能 Tados呢 是依赖于这些功能来运行的 一旦被阻止之后呢 Tados就会像发神经一样的啊 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 关于这个不太愉快的话题呢 我就只讲这么多 信与不信呢 请自己把握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实际的操作啊 首先呢 我们切换到桌面上去 好 我们可以看到呢 桌面上一共有三个东西啊 第一个呢 是一个范例文件啊 这是我们待会翻译的时候呢 用来做范例的 然后第二个呢 是这个Martitum 2014 第三个呢 是Tados 2014 现在呢 我们就启动Tados 双吉他 好 这样我们呢 就进入了这个 他的主界面了 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这个新建项目 好 这里我们选择default 默认 然后下一步 在这里呢 我们要为这个项目取一个名字 叫什么呢 我简单一点 我就用test吧 好 这项我们把它勾选上 然后呢 我们选择下一步 这个窗口呢 这个窗口呢 就是要设置我们这个项目的语言队啊 我们的这个 原语言呢 是美式英语啊 因为我们的范例文件呢 是一个英文文件 然后呢 我们要选择目标语言 在这里 我们的目标语言呢 是简体中文 选择这一项 然后点添加 好 然后呢 我们点下一步 在这里呢 我们就需要添加 我们需要翻译的文件了 我们来看这上面这两个按钮 如果你有一批文件 带文件夹的 然后有指文件夹 一大批文件呢 我们就用这个 添加文件夹的选项 这一个呢 可以一次性添加很多文件 添加一个文件夹 如果像我们现在呢 只有一个文件 那我们就选用这个添加 然后呢 找到我们的范例文件 在桌面上 在这里 就是这一个 这个Word文件 我们点打开 好 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是看这个用途 如果这里写的是可翻译呢 那么呢 就是说Talus能够 正确地识别这一个文件 可以用来翻译 如果他写的是参考呢 那就证明 这个文件呢 是不能用来翻译的 那么呢 我们现在是可翻译 证明这个文件是正常的 那么我们点下一步 好 在这个界面呢 就是要为这个翻译项目呢 添加一个记忆库 如果客户为你提供了 翻译记忆库呢 我们就要选这一项 在这里选择文件 翻译记忆库 来添加客户的记忆库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要创建一个 Talus呢 是支持同时挂载 多个翻译记忆库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翻译项目呢 至少要有一个翻译记忆库 在这里呢 我就来新建一个翻译记忆库 我们的第一个记忆库 它的存储路径在这里 我们先不要动它 一定要把这个勾选上 中日韩三种语言呢 一定要勾选上这一个 好 然后我们直接点完成 好 关闭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我们的翻译记忆库了 然后我们点下一步 在这个界面呢 我们就要为这个项目 来设置数语库 这个不是必须的 但是呢 我认为这个数语库呢 是新版的Talus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如果你看过我们Talus 200720分钟入门 那套教程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完全没有提到 这个数语库 为什么呢 因为在2007里面呢 使用数语库是一件 非常非常纠结的事情 那个操作非常繁琐 简直繁损 但是在新版的Talus呢 我非常推荐使用数语库 非常非常方便 而且对你的这个英文质量呢 有很大的帮助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要回到桌面 启动这个Martitum 2014 好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数语库 这个菜单 选择创建数语库 如果有客户的数语库 当然你可以直接加载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 我们要为这个数语库 起一个名字 叫什么呢 MyFost TeamBase 这样 现在是一个数语库向导 我们点下一步 选择第一项 然后下一步 这个用户友好名称呢 可以随意的 但是呢 我建议取一个比较有含义的 我就用2014吧 当然如果你喜欢梁少伟的话 也可以用2046 我们点下一步 在这里我们就要选择这个数语库的语言了 我们有两个语言 一个是中文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英文 英语在这里 好 现在再添加 好 下一步 这个不用管 再下一步 再下一步 点完成 好 现在这个数语库呢 就已经创建成功了 我们可以关闭MultiTime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Tados的界面来 在这里添加 添加 然后这个浏览 这个错误是可以忽略的 这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数语库 对吧 点打开 它先是我们刚才这个2014 或者2046 我也不知道 这个提示呢 也是正常的 不用管它点确定 我们再点下一步 这里呢 也不需要管它 我们再点下一步 好 在这里呢 我们要选择第二项 准备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点完成了 好 我们点关闭 现在呢 我们点这边的这个项目 这个视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新创建的这个项目 在这里叫Test 是吧 我们双击 就可以打开它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Word文件呢 已经在这儿了 就是我们需要翻译的文件 我们对它点右键 选择打开并翻译 或者呢 我们双击它 就可以打开并翻译 好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里就是这个文件的内容 在这儿了 就是我们需要翻译的内容 然后呢 我们要做一下设置 在这个工具材单 在这个选项这里 我们找到这个编辑器的这个字体更改 这儿 我们把这个适应字体大小 打上钩 就为这里每一个数字呢 加4 或者加6 这个根据你的视力的好坏来决定 我们加6 来试一试 好 然后呢 在这个翻译结果窗口这里呢 最下面 这里我们也给它加上6 这里也加上6 好 一点 确定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的字体变大了 这样对视力比较好一点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一个地方点一下 把这个编辑器这里缩小 好 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这个工作面积 好 关于这个准备工作的内容呢 就介绍完了 在下一堂课呢 我将会为大家介绍怎么去翻译它 谢谢大家